Scotty Pippin? 谁想一个空间的Eirs? Eir Jordan? 不,我还有一个更好的 Eir Pippins Andra wants those 我,Andra not! 学校正在举行学生会主席的竞选 一旦被选上就有机会和奥尼尔一起参观校园 小胖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但为了能拉到票 同学们都各显神通 有为同学们免费发放零食的 有特地搬来游戏机 供大家免费唱完的 甚至还有请来NBA巨星来助理的 相比之下 小胖就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另一边 胖爸在家看着电视 他看到竞争对手的餐馆里开设了儿童娱乐区 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 他很是嫉妒 但他知道胖妈可不会同意这些不必要的开销 于是他瞒着胖妈 在餐馆里添置了一只机械牛 幻想着能吸引更多的顾客 这时 小胖带着弟弟们来到餐馆 希望弟弟们能为他的竞选支支招 可这时 意外却发生了 小胖不小心被胖爸新买的机械牛给绊倒 还摔断了手臂 这样小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第二天小胖来到学校 听到同学们正在讨论要把票投给谁 他突然灵机一动 谎称自己摔断的手臂 是为了保护游戏机和五个高中生搏斗实受的伤 结果却越说越浮夸 甚至还把皮棚都吸引过来 就这样 小胖利用这段凭空想象的经历 成功竞选上了学生会主席 正当一家人为他附身喝彩的时候 班主任竟然找了过来 他需要向家长确认小胖的这段经历是否属实 眼看谎言就要被戳穿 小胖只好主动坦白 虽然小胖的谎言被揭穿 但老师认为他有勇于主动承认错误的精神 依然让他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位置 在课余时间 小胖利用植物之便 还将皮棚邀请到家中做客 我总得一路选择 BREAKAWAY I DID IT I SCORED ON SCOTTY PIPIN I WAS GIVING YOU TAX ADVISE BRU It's not Shaq's suit But I guess it'll do Y'ALL ARE RUDE AS FAMILY 好